9000、9001、9002 大家好 又回到ISO求職新思路 今天張Sir會為我們介紹一下 ISO9000、9001是甚麼 其實9001很多人都聽過 是甚麼標準 甚至乎有很多朋友都聽過 有9000、9001、9002 其實我相信現在市場裡 還有很多人混淆 其實何謂9000、9001 好 謝謝你 其實9001這個標準是一個家族 不是說一份標準 而是說有好幾份標準 在ISO9001這個質量管理系統標準 發展的過程 有出現過幾個號碼 大家可能會混淆 是 大家有聽過ISO9000 是嗎 是 ISO9000這個標準 其實是一個 怎樣說 在一些語言 在一些定義 定義 和概念 是 這不是一些要求 不是一些要求 讓一些機構去執行一些 質量系統的審核 是 好了 9001和9002 大家都聽過 是嗎 是很久之前聽過 沒錯 在以往的歷史 在ISO9001的發展 有一些說法 有些機構 由於不能百分之百分 滿足 9001 當時一些要求 全面的要求 有些機構說 如果我公司是沒有設計的 那我怎樣考9001呢 於是 就 引申到一種新的標準 就是9002 ISO9002 其實當時來講 就是一些機構 它是不做設計的活動 它要考那個要求 基於ISO9002 這個做法 也導致一些外界有混淆 究竟 這間公司考9002 是否比901差少少 很多人有這樣的疑惑 因為很簡單 考ISO9001 考多些 在ISO9002 考少些 為何一些公司 可以考少些 是嗎 即是變了 就會有些比較 即是9001 就有設計在裏面 沒錯 9002就沒有設計 沒錯 至於外界又覺得 會考9002 那班是否能力差少少 於是 就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有些公司說 其實不是 因為機構本身的性質 是沒有設計 才考9002 是 是 爭拗了好幾年 去到2000年 終於大家有默契 不如這樣 我們取消9002 甚至當時有ISO9003 903比902還要少些 是 層次上 被人感覺是少些 不是那麼好 去到2000年 大家統一了 是 所有要考的機構 都是考9001 不過 如果機構 它是 沒有了一些 的 的 即是沒有了一些 的要求 譬如沒有設計 它在一份 搜冊 要聲明 補就行了 即是一開始 考之前 要做那本 搜冊 沒錯 那裏就要聲明了 我們這些公司 是沒有設計這部份 沒錯 所以全部都統一 是9001 2000版本 沒錯 當年就是2000年的時候 沒錯 2000年的時候 除了有這個大的轉變 亦都有些機構說 既然大家在2000版本的9001 有這麼新的突破 是 有沒有一些再好些的 指引協助機構 去行好這個質量系統 於是當年2000年 就出了一份9004 ISO9004 即是當年2000年又會再出了一份 沒錯 9004 9004的設計 是按ISO9001去做的 即是說 只要你是ISO9001的標準 見到一些要求 9004就會針對9001的要求 做一些指引 是 是 很幫助這些機構 尤其是新機構 小型機構 去行這些系統 好了 2000年之後 一路演變 其實去到2008年 有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ISO9001 2008版 很近的 沒有錯 這個版本 基本上 框架 和2000年的框架 沒有大變多 是 不過就強調了一件事 我們這麼多年 你看到 即是ISO9001 或者是質量管理 講了都幾十年 是 是 很久 其實講到明 都有幾十年 幾十年來講 質量是什麼 2008的版本 就清楚很多 其實我們講 這麼多年 質量 其實就是想要 一個設計結果 是 自從2008年 這個版本出生 就很清晰 在這些標準裡面 講出這個目的 就是最後 現在統一了 是 就用ISO9001 2008的版本 對 過往那些 其實沒有了 就是什麼 九千 九零零一 那些 ISO9000 由於它是 一些形容 繼續存在 那些沒有了 9002一定沒有了 是 9003就沒有了 是 是 還有在當時 為了配合 9002 9003 那些相關的標準 都相繼沒有了 是 即是9004也沒有了 9004 是一個指引 指引 指引是一向都可以留下的 純粹是街 不會死亡的 不會死亡的 其實最正確 就應該 依然有九千存在 純粹是一些 關鍵 我們可以認為是 是 9001 就是真的標準 真的標準 應該是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群組 要跟進的 需要 剩下 9004 因為是一些 指引的作用 所以依然保留 沒錯 其實去到現在 其實有幾多人 在用 9001 這個系列 那些 證書 我們看看 下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 直到2009年底 是 我們可以看到 超過100萬張 9001的證書 發出 最尾的部分 沒錯 2009年12月的數字 沒錯 我們可以看回 由2000年到2009年這幾年間 轉變是一個 回復的 其實這9年上升的趨勢很厲害 很厲害 由不夠50萬一路 又升到2009年的超過100萬 一百萬多些 多些 一個雙倍 沒錯 這個好處在哪裏呢 2000年開始 9001的標準 就加插了一些模特兒 即我們上上課説那些 亦都加插了一些原則 這些東西有原則 即是有方向 公司容易跟 所以在這幾年間 一個翻一翻的現象 是不出奇的 真的 剛剛2000年的時候 剛才看回那個歷史 就是9001其實都由2000年開始 幾成熟 沒錯 這九年裏面就發展得很大 對 看回我們中國的發展 因為我知道 你帶一張圖給我們看 是關於最頭十間 即十個國家 用ISO的情況 很多人都說 我們中國發展 ISO901質量系統 是比較遲一些 但是發展的速度 比其他國家快 直到2009年底 我們看回數字顯示 我們的國家 已經發出超過25萬張 ISO901的證書 看回剛才全球的數字 只有一百萬 其實全球來說 四張證書有一張 是我們做各發出 是真的 不少 25% 你看回我們拋離其他國家 譬如意大利 也有13萬 是吧 我們很熟悉的英國 我們看英國 在這方面的證書數目 亦都比較穩定 即沒有發展得那麼多 是吧 我們看到我們早前 還有很多資源 是吧 很厲害 沒錯 因為它是一個新興的制度 而你真的有發展需要 是 效果不錯 真的不錯 其實中國未來的前景 在這方面 應該還有很大的進步 可以 大家都希望是這樣 香港、中國一齊進步 這部分應該可以 沒錯 我相信我們早國會先領先 是我們早國要一路先領先 是應該說 是 好 再講講 其實9000裏面 是包括了些甚麼 在9000裏面 其實有五個主要要素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是 其實一個質量管理系統 就是五個大環節 是 首先我們一個機構 要有一些 即是objective evidence 表達給人看 是 是 全機構性的東西 我們是要有一些 即是文字記錄 所以compulsive document 這個環節 牽涉一些文件控制 記錄控制 所有機構都要執行 是 這是第一個主要的clause 我們叫第四個clause clause4 是 好了 在機構裏面 第二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人 是 人之中要有一些架構 有些方針 才可以動 所以 在 ISO 9001 第二個大的要素 就是第五 clause5 clause5 日本的領導 領導 會的另一個指式方向 所以在這個9001裏面 先決要問機構的管理層有沒有方向 即是都在管理責任的方向 沒錯 所謂實實在在的方向 就是講質量方針 質量方針交代什麼呢 主要就是這個機構想走向哪個位置 就向哪個水平 好了 有了方針要做事 方針下面有些框架 使得員工有得跟 於是方針之後我們會提到 就是一些目標 員工有目標可跟 這樣就容易很多 不過跟什麼目標呢 首先就要給人家理解的管理層 究竟知不知機構有多少過程 因為每個過程都定目標 就可能很多了 對嗎 你要定的目標是否定一些主要的 主要的目標和一些大的方向 沒錯 所以我們經常講 目標第一要量化 即可以量度的 第二要可行 可行對管理層來說 除了可行 還有價值才去做 所以我們一定要描寫到 一個機構的 key process 哪些地方是 key process 那些地方就會有目標 所以值得員工去追尋一些理想 好 我們追尋了一些目標 又有方向 其實公司做的事情 最終是去到市場 我們的產品或服務 是交出去的 那麼交產品服務出去市場 其實是主要給哪些派對的呢 給客戶 沒錯 客戶 所以我們在 測試責任務中提到一件事 你定甚麼都好 你定方針目標 究竟跟客戶的要求有沒有關係 是嗎 所以我們在定這些方針的時候 第一個要考慮就是 我們有沒有集中客戶的期望 因為我們不會做些事情 是他不要的 所以客戶的 focus 就會在裏面見到 好 就算你了解了 下戶期望的事情 但是公司會不會承諾做好那件事 又是另一個故事 對嗎 因為要承諾做好一件事 是要擺資源的 是呀 絕對而言 不是就這樣說 是不是 起碼公司要有個框架 有班人去做這件事 對 所以我們除了有目標 就要說有沒有架構 是 即是資源 對 對 有班人做事 那班人的崗位權責要清晰 是 如果不是 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些人是有權無責的 有責無權的 這樣行不行 都不行 是 通常混亂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如果一些位置 權責分不清楚 同時有兩個或三個工作 都說是會被參與的 最終你估計會不會有人做事呢 就算他們想用心去做 都不知道誰應該負責那部分 沒錯 所以權責要很清晰 是 所以我們要先清晰權責 接著下來就是溝通 是 是 如果權責分不清楚 你很自然見到公司內部 就沒有什麼溝通 沒有溝通之餘 很容易混亂 是 很容易混亂 會有什麼現象看到呢 那件事永遠都走不出來 那件事永遠都走不出來 還有呢 可能人們不動 那些人不動 或者在動之前 你會見到很多員工 為了一些小事爭執 是 為何他們為小事爭執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那件事不關他們的事 是 可能已經不想揹飛 各個不想揹飛 推卸責任 所以不關他們的事 是 所以 現在都做得不好的情況 是很容易看的 這個機構如果為一些很濕碎的事 都爭執 即是權責不清 是 是 好 如果這個解決了的話 那你知道這個系統是正在走 是 但行系統的人 多數是中間和前線的人走 是 管理層不是每天都看著他做事 是 是 你猜管理層想不想知道 行得好不好 絕對想知道 是 是 他要加入 是 所以每一個環節 管理層雖然不行 但他每年都會做一個管理評審 即是管理層會參與 即是每年都會參與開會一次 沒錯 那個會議 就叫管理檢查 檢查整年或一段日子之內 系統行得好不好 是 是 這個就和管理責任有關的要素 是 即是在資源管理層的部分 還未到 未到 只不過是 是 管理責任的部分 沒錯 因為 未正式找人做事要計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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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設計了這些東西 是 即是有了框架 有了目標 先設計了 好了 再下 就真的接近做了 是 即是說 資源管理層 第一 老闆要問 想甚麼呢 就是 究竟公司有否夠資源做 是 如果他問這件事 即是 人力夠不夠 物力夠不夠 財力夠不夠 財力夠不夠 三方面都要配合 幾方面都要配合 是 好了 配合其他方面 始終是比較容易 有些材料你買回來就可以 是 機械你可以買回來 是 是的 但人才不是只買回來就可以 是的 還要花時間去配合 沒錯 還要給他們時間去接受培訓 沒錯 因爲 製造一個人 和製造一件事 是差很遠的 是 因爲 你買一件機械 或者買一個系統 有規範 規範 規範 你製造一個人 你猜你拿著他那份CV 算不算是規範 某程度 但不是很完全 沒錯 既然你覺得不完全的話 即是有些事好做 對 對 所以 製造一個人 還要考慮 這個人 在他崗位裏面 做不做到事 是 所以他可以很厲害 很有能力 不過你用不著 是 那你要看一下 那個人的能力 是否配合崗位的需要 如果是崗位有些需要 而他未達到那個需要 要選一些培訓 培訓 給了一個員工 是否就一了八了 都不是的 為何你要這麼擔心 給機會實踐 給機會實踐 實踐過程裏面 很自然公司 就會有一班 中層的管理層 就在這裏 監視著 監視著 其實這種是有個好處的 就是看下訓練有沒有效 是 如果員工培訓完 都是這樣表現 即是說培訓的時候 學不到東西 是否再培訓 是 所以這些動作 是避免不到的 是吧 所以訓練 沒錯 是會比 但是比了訓練之後 所做的功夫 還要比訓練多 就是要看回究竟 效果能否達到 是 好了 達到一個效果 人又已經懂得 他工作崗位做些甚麼 是 還有一些配套 為甚麼呢 我們之前提到 沒有一間公司 能夠一條路 甚麼都做完 對嗎 對嗎 必然有些服務 你要是向外去 外判出去 是 即是外判出去 對 很多服務包括甚麼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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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廠 你生產的 你不會做運輸 很多市場都不會 不會的 資訊 資訊 資訊的系統 你都是製造的 買的 買回來的 你會自己設計 做完 最簡單的網頁 網頁都會被人做 你不會自己做的 是 這些叫做 環境 明白 有了這些環境 那就輕鬆 即是說起碼做到東西 先動 好了 動到一些東西 還要看動得順不順 是 是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些員工說 我工作環境又熱又熱 是 一日工作八小時 很辛苦 是 有聽過 聽過很多 聽很多 也有些員工說 有些是戶外工作 有些戶內工作 是 戶外工作 又多了一些危險性 是 是 是 那個環境不是百分之百來控制 是 是 所以自然 很多公司就會考慮法律法規 是 即是究竟 一些員工如果派出去戶外工作 有沒有法律法規監管 起碼最低的水平 要給到甚麼員工呢 是否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出外工作 很多事情你未必估計到 是 剛才最近新聞 是 即是警察 我想警方的人力物力 都很盡 很多下 是 他都可以 差錯地跌下來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一個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 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是 因為如果你想工作做得順暢 這個環境一定不可以低於謀水平 如果不是員工 一旦就會受傷 一旦就說 做得不滿意 回來都會投訴 是 再久一點他會走 沒錯 走完不走當然是他的決定 是 好了 現在這些都齊備 我們開始講做事了 是 如果資源又有了 員工又懂得怎樣做事 那就下手下腳 真正生產的產品 或者提出 提供這個服務 一個服務 這個我們叫做 產品體驗 在標準裏面 我們叫做 產品體驗 是 產品體驗 第一個問題 就會問你 究竟你想做些甚麼產品 是吧 你明白那個產品嗎 是 你連產品特徵都不明白的話 即是不需要公司的東西 沒錯 你的客人都順利都奇 是 所以第一樣 就要計劃 究竟我做些甚麼產品 我要知道產品有甚麼特徵 是 我要多久做它出來 嗯 你要知道一些規矩 即規法 不知就要問 是吧 所以當你在開始想這件事 夠不夠資源做好這個產品 夠不夠時間完成這個產品 夠不夠能力去做到 這些就叫做產品 是 好了 計劃好了 自然就會有個計劃出來 嗯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產品大概 在哪些日子就會面世 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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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計劃好了之後 還有一個擔心 其實下戶的要求會不會變的 會的 是 客戶要求經常都會變的 沒錯 我們不會說 就這樣 一收到訂單 就死做難做 是 那你保持著跟客戶有個溝通 是 客戶隨時變的 是 變的話你就跟著它變 是 是 是吧 有時客戶變 那要求變得你未必做得到 嗯 要求得太刁鑽 你怎樣做 就外出 自己做不到 做不到 判出去給別人做 反正外出 我們在ISO有個課程叫購買 是 我們購買外面一些專業能力 去幫我完成我的產品 就是採購一些東西回來 對 採購一些東西回來 那樣東西可以是貨 哦 可以是一個服務 是 甚至有一個商業意見 都有採購回來 對 是 即是我外判一些 顧問公司回來 對 去給一些意見 那樣東西 是 好 當這件事做得好 那你便可以生產 是 那我們叫做 產品實現性的 那個 最主要環節 是 產品實現性 或者是 服務實現性 最主要 都是這兩個三個字 就是 下控制 是 即是 我做任何事 一切都受控 是最舒服的 永遠都是 所有東西都是掌握之中 當然是最好的 但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完美 對 有些東西不是那麼完美 所以 在產品實現性的過程裏面 有些東西都要很小心去看 有些過程 你會發現 一步一步這樣做下去的話 加工的過程 那個工序一跳了的話 就會出現很大件事 是不是 那些工序 是否要不斷有人觀察 那便要很多人力 要的 所以中間那一層的人力 主要做視訊和測試 就是我們在ISO裏面 第八個條例 視訊和測試 即是做量度 做量度 質檢 質檢 就是那些 在每個工序的量度 視訊和測試 我們叫視訊和測試的過程中 我都要監察著 即是不讓去到最後出一些大件事 即是希望在中間 如果出事也好 我有機會去修正 對 因為最後才發現問題 可能已經過了時間 過了時間 你只能夠說 那個產品你要還是不要 對嗎 但始終都會去到一步 可能次貨又這樣來 次貨又這樣來 沒錯 所以在ISO裏面也有個 叫做控制不正確的產品 即是次貨 有次貨 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扔掉它 是 只要老闆捨得便可以 是 可能低價賤賣 低價賤賣 老闆捨得 是 第二招 可能是 跟客戶談談 次貨 我便宜一點賣給你 都有客戶肯的 是 看看次貨的程度去到哪裏 沒錯 可能表面有些瑕疵 對 如果是純粹表面瑕疵 客戶可能會妥協 是 容易些接手 沒錯 但有時候 有些公司 他很聰明 是 他便說 我不如將次貨 再加工 改變用途 變成另一款產品 可以嗎 可以的 這個我曾經聽過 是 最出名的 有一間牌子 就是專門賣那些貼 貼在桌上寫東西 是 原本他那隻膠水 就用來貼一些很實的東西 對 怎知設計到 就是貼不到 是 反而掉的時候 它又有貼力 變成新產品 走出來 沒錯 即是我們常用一些 很多人覺得次貨的東西 只要用心思 改變用途 就未必是次貨 可能更貴一些 是 可能變成一個新產品 變成一個新產品 走出來 也會的 好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 就是機構有一種思維 就是正確的行動 和預防行動 為何呢 當它知道次貨 次貨的產生 當然是一個原因 是的 它針對原因 去想一些方法 或者是倒絕了次貨再發生 或者將次貨改變用途 做一些新的品種產品 這些行為 我們稱為 合作行動 甚至開發一些 從未有人想過的 那些就是合作行動 是 當你做到這個步驟 去到你有合作行動 或者有避免行動 其實是否在幫公司做一些改變呢 都是的 是吧 所以我們經常說 監視和測試 經過分析 調查 就會出了一些改變的東西 改變中間夾集過 調查 是吧 如果在一個ISO9001 質量的標準裏面 有些甚麼值得分析的呢 在一個標準裏 即是你說是公司的層面去分析 公司層面去看 有些事是自己做的 是 那些行動要分析 是 有些是給別人做的 即是要分析別人的表現 要分析 是 是 有些是上加改變 使到你有些東西要變的 是 那些在哪些地方最容易反映呢 就是設計 是 因為如果上加改變 你不可以一成不變 是 有些東西要改變 設計方面 帶出一些東西要分析 是 甚至 整間機構在行系統 是 系統行得完完線 其實老闆未必知道 是 一年只有兩次會 沒錯 一定要開一次 即是做一次的審核 我們叫做內部審核 是 Internal Audit Internal Audit有個重要性 為甚麼呢 Internal Auditor 即內審員 他審核的工序 是必然他自己不碰的 是否很公正 是 即是他自己部門那些 他不看的 對的 就是看別人的部門 沒錯 即是最少那間公司 起碼要有兩個 Internal Auditor 一定 因為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東西 就是起碼兩個 這樣做法有個好處 由於他夠獨立 所以他看到出來的東西 可數性高 他們必定高 這個結果 老闆是會看的 所以在Manager Review的時候 Internal Audit是一個必體的項目 嗯 控制不確定產品 還有一件有趣的 是 如果產品出了去 去到客戶才發現 不確定有甚麼發生呢 是 投訴吧 沒錯 客戶投訴 是 投訴 就要看一間公司的看法 如果他覺得投訴是正面的話 就會首先了解那個投訴原因 還有他盡快解答了 投訴方的一些疑問 是 所以投訴是有個時間範 你不可以收到投訴 一年半左右都不理人 是 真的不可以 所以其實管理層就很擔心 究竟公司收到多少投訴 到底投訴怎麼處理 所以控制不確定 亦是必然在Manager Review會提起的項目 嗯 好了 那有些投訴 有些Long Conforming Product是正在做的 是 就算在開會時 有些可能未做完 是 對嗎 即是有些Corality Action 或Prevention 去到一半的 是 但老闆會否說 去到一半就不談 不會的 不會的都未做完 沒錯 都會拿來談 是 究竟哪些問題 是去到一半 還未完 他要在那裏面談 是 即是他們會做一些progress report 看進度去到哪裏 對 所以通常這些會就開很久 就看這些 真的很長 很長 是 當然看這些事情 也要看正面的事情 很簡單 我們說分析 是 除了分析之前說過那麼大堆東西 我們分析為客戶給你的意見 是 要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那客戶會賺 會賺你 有些賺上信 有些公司甚至做測試 訪問一下客戶對他的服務 和產品 即我們可能問客戶 再拿一些改善的地方都可以 對的 你自己有沒有收過這些測試呢 我就沒有 通常一般人收過測試 會否回答他呢 自己熟悉的部分就會回答 有些可能自己不懂就沒有回答 對的 你很明顯一件事 很多測試都是利用一些自己熟悉 或容易回答的途徑去回答對方 和你回答不回答心態 都決定你究竟做不做這件事 如果你對公司完全不熟悉的 你又很忙的 沒有關係 你又很容易扔下它 會 如果你很熟悉這間機構 那個是你的朋友 你不會拖手爭的 不會 所以 探討其實某程度 都是在關係裏面 給你一個意見 即與對方關係好的話 多數都要回答你的探討 是吧 所以探討也反映 那間機構和客戶的關係很壞 如果那個機構經常都收不到探討 即是說關係很極有限 是吧 可能是公司是起步的 即是新公司就是多數這樣 但如果這間公司運作一段日子 探討也是對方不回答你的 你要檢討 會不會是對你的關係是一般 都不是很想做你的問卷 沒錯 我們又看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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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們說 有一間酒樓 餐廳 想考9001、2008 那你去到一間酒樓 要了解它的運作 嗯 你找到老闆 你知不知第一句問題問他什麽呢 你這間酒樓想做什麽 沒錯 想做什麽 Journal Requirements 即是說 其實我第一要知道 你想考那個範圍有幾多 其實你在範圍裏面 你有什麽主要活動 我會看到 這些都是Journal Requirements 是 好了 Journal Requirements提到一件事 就是 我們最終都希望做到一件事 其實這個酒樓想考一個Quality的系統 他最終想他的Quality的水平是什麽呢 他要定一些方針和目標 是 我們要問 你的目標是怎麽量量度 知如此類 大概和他的行業相關的目標 是 以酒樓來看 他想有什麽好些 那些菜式 菜式 菜式會好些 那些食品 是 那些服務 菜式服務好些 沒有回復的 那這些改善了多些客人來吃 沒錯 那我就會收入增加 對 即他主要都是說來說 收入會增加 是 好 第二件事我就會問他 我們如果真是做一個認證 我不是就這樣和你口說口陪 是有些證據 客觀證據 有些記錄 對嗎 有些文件 他要跟隨 因為酒樓說人多 也未必很多 但是 不少得十多二十人吧 是 那些人做的事 有沒有一些程序監管他 怎樣做的呢 那些程序有沒有控制的呢 這些我也會問 是 當我問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屬於Documentation 是 即是一個機構如果要考 9001 是 質量系統 他避免不了任文件 沒有文件是考不到的 即是其實在考之前 他就需要做好一份文件先 沒錯 那份文件 那份文件就要拿給一些認證公司 看看 對 第一份文件要交給認證機構 就是叫做質量搜查 質量搜查 質量搜查 這份文件很重要的 第一 他告訴別人 他的酒樓怎樣做事 是 有什麼重要的程序 是 有什麼重要的規矩守則 一定要過的 是 好了 第二件事他告訴別人 他員工每個細節都有程序監管 是 或者他們認識的 是 好了 跟著 就會 提到 這份文件 是會有一些 控制的 是 即是有 方針 有 有 很清楚的圖 帶出他怎樣做事 好了 我們再看下去 如果一個機構的搜查基本上過關 我們下一個環節就會了解多些 要解他管理層多些 其實一間公司寫一份好的菜單 不難 坊間可以抄 是 對嗎 如果他想做好一件事 就坊間不能抄 是 對嗎 所以當我們在審核的過程 首先了解一下管理層究竟有沒有承諾 是 承諾這件事 就是很看他的表現 你怎樣看老闆的承諾強還是弱呢 怎樣反映到 怎樣反映到 是的 那就真的看他平時有沒有做 沒錯 說得很對 他平時有沒有做 即是說他平時有沒有參與 如果老闆從頭到尾沒有參與 那他其實 他承諾不多 不多 是吧 好了首先他有承諾 好了第二 有承諾但他做的事 會否做客戶口味呢 客戶的焦點 這間酒樓 我不知道是京菜廣東菜還是甚麼 是 是 究竟他 焦點在哪個項目的客戶 要定位 是 是 家間公司都要的 沒錯 你專門做京菜 你便知道你的客戶是來自哪些 是 是 那你那些口味要配合 是 這種想法 就叫客戶的焦點 是 對嗎 嗯 好了 有了這些 那就有方向 是 方向要寫出來 是 因為很多東西你不可以 放在心裡 放在心裡 員工不能猜 對嗎 所以 老闆就要將他的心意 寫出來 寫出來那份文件 叫方針 方針很簡單 就是他的心意 他想想做到甚麼 那就寫出來 是 那員工說 原來他想做京菜 想做全港最經濟實惠的 京菜店 都可以 是 是 好了 看方針做事 有了方針 就要計劃 是 計劃些甚麼呢 就是 在酒樓裏面 有甚麼部門 很多 你隨便說 有 是 有 廚房 廚房 全菜 全菜 有市映 有市場推廣 沒錯 有市場推廣 沒錯 沒錯 還有客戶服務 沒錯 你剛才說那四五個 不同功能的 部門也好 設計也好 是的 他都想知道 做到甚麼水平 老闆會喜歡 是 廚房要做到甚麼水平 好味 好味 好過人 好過人 那要靠些甚麼 客戶 客戶 客戶的訊息怎樣達到給廚房 可能跟部長說好不好吃 沒錯 沒錯 或者可能寫字 是 因為通常我們去酒樓吃東西 他都可以給一些意見寫下 沒錯 為甚麼會有這些渠道溝通到呢 因為公司設計了架構 酒樓都有架構 即究竟這些訊息怎樣帶入廚房 這叫做Internal Communication 是 寫了在Course5.5 是 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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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去到全菜 是 全菜最要緊的是甚麼呢 那些菜不要送錯地方 對 是 因為很流行周圍問那碟東西是哪一台 不知道送到哪裏 是 還有可能等很久都未必等到來的菜 沒錯 客戶有兩樣東西 我坐下吃 除了想吃好東西 是 就想準時有好東西吃 是 對嗎 如果準時沒有好東西吃 就會發敏症 對 去到第二個台 那你會發敏症 對嗎 對 全菜第一 他要有一個效率 對嗎 即是不會傳錯 第二 都避免不到 一年三百多天 有一天會有客戶發敏症 是 他怎樣處理那些猛症 是 是 處理客戶的 那個的投訴 是 都是一種技巧 是 所以就很自然 在處理投訴的過程 就去到一個叫做分析 是 是 他分析客戶為何會投訴 為何會投訴 基於幾個原因 可能真的 食物等了很久 是 三催四請都還未來 是 曾經可能有一些最不開心的例子 可能 弄髒了客戶的衣服 是 倒捨的東西 是 都會發生的 會發生的 於是我們再看下一個課程 是 原來資源都會有影響 是 為何會倒捨 即不小心倒捨 倒下人的衣服 是 會不會發現原來酒樓 太壁 太壁結 是會的 有機會 這就是環境問題 是 對嗎 好了 如果不是環境問題 可能那個 市影 新手 是 是 清零不夠 是 都會混進少少少 會是 這就是屬於資源 是 人物資源 要給多些培訓 是吧 是 好了 第三樣東西 可能是 問廚房的環境 是 廚房的資源不夠 環境差 是 廚師煮不像都 一點都不奇怪 不出奇 是吧 可能你的菜有些配料又沒有貨 是 是 亦都不出奇 又回到資源問題 是 沒有回到資源問題 所以資源的問題 是會發生的 是 除了資源 還有些問題 在產品形成績 都會發生 是 今天就看下一個 其實 在廚師要做一個菜之前 當然它會 心中有素 有些甚麼材料 是 但是客人的口味 它是不知的 是 有時候有些 下重手了一些 是吧 是吧 鹹一點都會 是吧 是吧 好 其實廚師如何去理定 所謂的控制性 是很高技巧的 很人為 很人為 其實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再改善 有的肯定有 是 即是可能用一些標準的涼器 去筆鹽 加水 都可以 是 用標準涼器給廚師用 是 又或者 將一些容易有爭拗的東西 配料 就不要這麼草落 是 寧願碟數沒有這麼巧 加一些醬汁 又可以那一刻會自己加 是 都是一個方法 控制性 就是一個方法 是吧 所以在7.5和7.6裏面 是有些掛勾的 是 因爲我們 是用一些製作 去收拾它 又或者 是一些方法 那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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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變一變 變了責任 不是在廚師那裏 是吧 那些口味是客人自己 沒錯 自己加多減少 沒錯 好 好 究竟我們怎樣分析到客戶 會否滿意呢 我們就在後面的課程 是 好 經過這樣處理的方法 那就可以 再問一下 對菜 菜滿意 對服務滿意 是否有些文卷收回來 是 收了文卷 你便分析 究竟我們哪些地方做得 比行家更加突出 是 那這些是否 是口碑 是了解 沒錯 自己的水準去到哪裏 沒錯 這些好的東西 便回應給老闆 是 老闆知道這些東西 便加強這方面的資源 那間公司 便很自然運作 便不斷地 暢順了 暢順了 即是說如果那間公司 已經拿到ISO-9001 是的 而那麼多個環節 都行得那麼暢順的話 其實某一程度上 便可以讓那間公司 帶來一個挺穩定的入息 沒錯 或者收入 對 即帶來的效果應該是正確的 對 很高興今天 張Sir介紹了整個9001的運作 是甚麼 下一集其實都圍繞這個例子 就是講實質 檢查 即審核的內容 是要怎樣做 那我們下一集 又會用回 酒樓或者餐廳 那樣的模式去講回 其實實際上 如果檢查要去檢查 這間酒樓 其實是要做甚麼 好 今集麻煩你 好 謝謝